最后的防蚊子的方法 它不可以飞进来的 不是它给它发出来的 是它的蚊子发出很臭的味道 所以蚊子喜欢对窗口飞进来 为什么呢 就是很简单 因为我们的蚊带边的管是通的 所以变成我们的蚊 如果万一打开 打开 它的味道从这里发出来 蚊子就从窗口飞过来 找到整个 哇 有个一种大边的味道 为什么大边的味道怎么吸引蚊子呢 可能大边里面有人的身体的血的味道 所以他们看到 这个 闻到这个味道 它就从外面飞飞进来 以前我没有放的时候很惨 为什么 天花板里面很多一点点点点 24小时 爆门上好像猩猩一样的味道 所以变成我很烦恼很几年了 当我二十几年生出来的时候 哇 怎么办啊 后来我想的方法 买一个 好像一个隔水的 然后放在隔水里面 然后放在隔水里面 但是它没有隔水里面 当然我有想的方法 我就想的方法 接着来 我很紧张 我最加一块东西 很简单 这个很简单 加一块东西 不加也可以 你太小心了 你可以不加也可以 但是 你看清醒了 如果觉得烧果一样的 你们加一块 给它满水里面 哇 这个烧果 哦 那里没有问题了 好几天了之后 哇 那么开心了 后来 我又发觉 哎哟 每次清洗减理很麻烦啊 为什么 这个啵啵 哎哟 很臭很难洗 后来 哎 我索性不要了 然后 然后 我的索性 这样就算了 咦 这个烧果一样呢 一样好呢 我也觉得也可以了 看你清醒 看你 嗯 你觉得哪个比较好 放一放也好 不放也好 看你的文字 嗯 会不会 一点点的吸引 看你自己喜欢呢 还有 你家里不可以养狗 嗯 不可以养狗 所以你狗的味道 有吸引文字的 所以我家里没有养狗 所以 完全没有养狗 我住到17楼 也是没有养狗 为什么 它的效果真的蛮很好很好 如果你们试衣衫啊 我相信你们三重水都不用打 真的很好 你自己不放窗衣衫 我现在放回去 我现在放回去 我自己 政府帮我翻身了了 OK 我放回去 然后放在嘴边 哇 我不用管它了 晚上 安静的时候 清洗的垃圾啊 洗掉一块板啊 就OK了 我们整天都没有养狗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最好的了 最好的了 一直办的了 看你们 要不要我提供一个好方法给你们 如果你们觉得真的不错的 我替你们高兴 我也很高兴 谢谢你们啊 拜拜